当时是以为是一块布 没有特别在意 网上的网友提醒说 这个好像是创骨贴 然后他当时的联系就是说 他们进行了一个 就是说内部的一个自查 他们的所有的生产性 全部是非人工的 根本就不会出现这样子的 还让我把证据寄过去 我宁愿不要钱 我不接受 诉求的话 要么的话就按照法律的规定走 还要进行一个公开的道歉